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人 诗人都有封号 李白叫诗仙 杜甫叫诗圣 王维叫诗佛 您哪 诗体 死了是吗 写诗我是自称一体 自称一派 写了太多的作品了 有作品 您哪 把您这个作品 谁啊 你拿出来一首给我们念念 让我们听听各位说怎么样 就在这儿 在这儿 没想到啊 今儿不来听下什么的吗 都是文学爱好者 这还了得吗 那行 我把我这个作品给大伙分享一下 咱听听 各位 我这个作品哪了不得 怎么呢 这个作品呀 是我十多年的感情经历 我浓缩到了其中 你写诗歌 你得有正情实感 这十多年感情经历往里边一放 可以这么讲 怎么呢 您别笑话我啊 这首诗里面 有我的灵魂 我希望咱们是有一个 非常的安静的这么一个场合 因为这是欣赏一个文学的作品 而且要跟我进行 心与心之间的这叫交流 沟通 马上就开始 我也稍微酝酿一下情绪 因为可以感受一下 你老乐 我这十多年感情经 我夸给你这么一讲 你一受启发的 你别别打扰我这情绪酝酿啊 容易泄的气 这玩意儿 人家听相上不乐吗 别别别 甭管 这就来了啊 来了 你这怎么了 书发感情啊 书发感情 我得进入啊 你表演相也得进入人物 陶醉一下 来来来来 我看看 好好好 你老拦着我呢 我不是拦着你啊 怎么着 您快点念吧 怎么着 再不念你就缺氧了 你是 这干嘛 这也是照顾我 马上来了 出卖 我的爱 逼着我离开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 眼泪 落下来 听着耳熟 出卖 我的爱 你背了良心债 就算付出 再多感情 也买 不回来 当初是你 要分开 分开 就分开 而今又要 用真爱 把我哄回来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睁开 让我明白 放松你的爱 回来吧 要共鸣了 您这是人事啊 我这是唱歌 别说了 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 这位老师 这一段如何点评 配合多少年了 二位 五年 五年嘛 五年 特别默契 完全融入到了这个 剧中的人物当中 就是他的这种显摆啊 这个不懂装懂啊 完全他是融入到剧中当中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 他就是那个人 还能不能云 呢 这种显摆